向两面和尚敬礼 向大家正空上师敬礼 向十六四大包花王卡玛巴敬礼 向徒征大吉上师敬礼 敬礼同修本尊 Guru仁波切 Om 别扎 便马 奉 敬礼谈诚三宝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不乖 不乖塞 今天我们还有贵宾没有念 中华民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师 廖东周大使夫人 九地师姐 中国中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 台湾国立成功大学 电机工程学系教授 王李博士 张静耀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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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敏璐师兄 还有在座的每月贵宾 还有在座的每月贵宾 那在这个我们雷藏寺大幻殿 有连来上师问 我们念这个连华僧大士的奏 OM A HOM BEZA KURU BEMASTI HOM SHIE 那有些人在问 是不是可以念像师尊那样短的 OM BEZA KURU BEMASTI HOM SHIE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是这样子的 按照密教的说法 长奏 短奏 心奏 都是同样的功德 同样的功德 如果你自己时间长 你就念长奏 如果你的时间短 那么你就念短奏 但是不要写拖懒 不要写懒斗 就是说什么都是短的 那一下子就结束了 就是有些奏是很简单的 你说二十天的奏 我们所谓的天界有二十天 它的短奏只有一个字 就是HOM HOM就等于在念二十天 只有一个字 还有一个字 就统包了 BO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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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就统包了 有时候念愤怒咒 只念一个字 就是配 它就统包 一个配 就是统包 这个配 很像我们在这个 对这个某人不太欣赏的时候 就吐一口糖 配 那个也是愤怒咒 那其实那个就是愤怒咒 那个配 配 就是把它拒绝掉 把它断掉的意思 把它拒绝掉 把它断掉 就停止 拒绝 断掉 用一个字就可以代表 那么咒语是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念长咒 也是蛮好的 OM A HOM BETA GURU BEMASTI HOM SET OM YISHI CHOGA MANTALAWA SOHA 也是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这个 它 莲华生大事 最喜欢的两个名笔 的名字都念 莲华生大事 它会更高兴 会更高兴 会 会 他在 他的这个 生命当中 非常这个 飞凡的 精彩的一页 你都把它念出来了 他当然 非常翻识 所以有时候念长咒 念短咒 百日明咒 都是一样的功德 OM BETA BEMMA HOM 也就是莲华生大事的 比较短的一个短咒 其实跟 跟他的一般的这个咒 OM A HOM BETA GURU BEMMA SITI HOM 是 差不了多少的 差不了多少 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跟大家讲 你如果念百日明咒 觉得说 哦 百日明咒要念一百个字 太长 那你其实也可以念短咒 这个 OM BETA SATO A HOM PE 这是百日明咒 你就在念 那个金刚SATO 金刚SATO 百日明 它有一百个字 那你念它 金刚SATO 的咒 OM 啊 OM BETA SATO A HOM PE OM BETA SATO A HOM PE OM BETA SATO A HOM PE 就等于在念 这个百日明三遍 那短的就很短 长的 你时间长 你有空 多念一点 长咒 那 那时间短 就念短咒 我是认为是这样子的 但是功德是一样 另外今天我们讲这个大圆满法呢 那连来上师又问了很多的问题 他说师尊讲说这个 金刚SATO 他讲的四部 行部 宜家部 你讲那个四部的关系 就是把这个本尊啊 当成你的主人 我们是用人 然后再示唤他 就是四部 那所谓的行部 就是在说 接近一点 就变成 就变成 你的朋友 这个 本尊就是你的朋友 在跟你一样的 对面的 可以对身出来 在 就在你的虚空中 对面 这样 正面 这个就是行部 那么宜家部呢 就是融入 本尊进到你里面 你进到本尊里面 那么这样子的 已经你跟本尊融合为一了 有了相应的现象 这个就是宜家部 那上一回我是这样子讲 上一回我是这样子讲 那么他说 如果在修法上 又有什么分别呢 我这个讲起来就很长 连来上师问 其实啊 这个 所谓的四部 都是按照规矩来 完全按照规矩来 像我们四部的话 我就解释了 我就解释了 四部 你要祈求本尊灌顶 必须要先做 曼陀螺 就是谈承 先要做曼陀螺 就是谈承 那么这个谈承啊 要做沙曼陀螺 在藏地他们做 用很多彩色的沙 去做这个沙曼陀螺 那很庄严的 而且还要弹线 用线去弹 弹出他的这个 内延四方 里面是延的 外面是方的 做一个本尊的宫殿的曼陀螺 是外延内方吧 外延内方还是内延外方 做沙曼陀螺 要有四个门 像堡垒一样 像宫殿一样有四门 然后用线弹出来 然后用特别的沙去制造 把它做出一个完全的曼陀螺出来 有很多的喇嘛去做的 做出曼陀螺出来 做好以后还要诵经 要请那个本尊下来 我就做一个比喻 你假如是四步 要请波叶佛母下来 那你就要念波叶经 大波叶经 大波叶经很长 很多部 你要念七天七夜 这是最基本的 不然要念四十九天的大波叶经 把它念完 七七四十九 念完大波叶经 然后再招请 用庄严的仪式去招请 还要用那个东马 就是食指贡品 去供养它 去供养 然后做招请的方法 念完经以后做招请 让本尊降在那个曼陀螺上面 那要做一个灌顶 必须要这样子念完七 七天七夜的经 又做沙曼陀螺 做沙曼陀螺至少也要好几天 那灌一个顶 灌一个顶 就要费时差不多将近快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就是四步 那么到了行步 到了行步就简单 行步 你知道大波叶经的 它本身的结晶 就是金刚经 就是金刚经 一切的波叶结合起来 变成金刚经 那金刚经就死于行步 行步你念金刚经念七步 一个晚上就给你念完 一个晚上七步经 就全部给你念完 一个晚上念完七步经 就很简单 明天就可以开始灌顶 而且呢 它的谈诚布置 不要那么复杂 你只要把波叶佛母 坐在中央 其他的租尊 波叶佛母的建属 围在旁边 就不用沙曼陀螺 这样子叫做行步 念经也短了 那么 这个也 谈诚 它也布置的 甚至说 你用中间一个土 代表着波叶佛母 旁边几粒 没有佛像 旁边 这个弄挤完沙土 就代表它的建属 这样子也算是一个谈诚 那就是行步 行步的法 念金刚经就可以了 至于宜家步 你自己身体就是谈诚 因为你已经跟波叶佛母 能够合一啊 那波叶佛母 只要下降 融入你的身体里面 就是宜家步 它马上就可以给你灌顶 所以师尊要等一下 要给几个人灌顶 刚刚你们注意到 师尊有很多的 这个诸尊从虚空中下降 进到师尊的中脉里面 排成一排 有时候几百尊都可以下降 到我的身体里面 好 我以前那个 在那个桃园啊 就是 不是那个台湾那个桃园 而是高雄那个桃园社区 也有一个桃园社区 那个园啊 是三等水的一个园 然后我在那边 就是有三条桥是师尊 用师尊的名字去做 连升一号桥 连升二号桥 连升三号桥 就是跟原住民那边 跟外界通路的那个桥 那桥落成的时候我有去 去的时候啊 我在帮桥 做剪彩开光的时候 还有祭祀 也就是说 很多贡品 那么祈求诸尊降临 这四方啊 桃园地区 四方的三神土地都来 他们就降到 我的这个中 这个中脉里面啊 就很多尊的 很多三神一起来 全部降到我的身体里面 那降下来的时候啊 那一天 我特别在招请 也是摇这个 摇鼓啊 employers 摇鼓 摇鼓 刚刚就有五尊下降 从这个中脉里面下来 你们如果很仔细看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 他下来的时候就会稍微有感觉 你自己本身就有感觉 他进入中脉 融入上师的 根本上师的身中 你就会知道 这是很多租尊一起降下来 这个就是瑜伽部 那个时候来坐灌顶都可以 因为我的身体 就是租尊的谈诚 那么念什么可以呢?念咒就可以了 念咒 念什么咒呢? 你可以念 这个般若佛母的心咒 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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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余佛有你苟可以做座AME 你就可以念 你只是念这个咒 般若佛母的咒 她本身就降到你身上 你就可以做般若佛母的观点 这个就是仪佳部 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楚 所谓这个 什么叫做四步 它是比较繁复的 行步是差不多中间的 最简单的就是瑜伽步 你身体就是弹诚 你根本不用做弹诚 因为你自己的行则 身体就是弹诚 它都可以降下来 四步是要做弹诚 撒半陀螺 行步做简单的弹诚 它也可以降下来 瑜伽步自己身体就是弹诚 它可以跟你互相合一融入 就可以做灌顶 所以等一下灌顶的时候 有皈依灌顶 要皈依的可以做皈依灌顶 不然你们把纸拿着 师尊马上招勤 马上灌顶你那一尊 其实不用招勤 因为它就在我身上 所以有些人今天报名要灌顶 但是呢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等一下说要灌顶 不然每一个人都冲上来 写好的灌顶的租尊的名字 马上就要做灌顶 有些是不能灌的 有些像金刚神都不能灌的 那个必须要修法以后才能够灌顶 最好是在修哪一尊修完 做那一尊的灌顶是最好 那个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方法 那是最好 但是因为很多尊今天给大家做的灌顶 你不能随便写一个字 写一个本尊就要 有跟师尊讲过他要做什么灌顶的 等一下可以一起出来 不过要做灌顶的 一定要供养多玛 这是很重要的 多玛是什么叫做多玛 在藏语叫做食子 可以吃的东西 是你这个东西要给你的本尊 要灌顶的本尊的 它不能乱来啊 今天有几个要灌顶的棘手 灌顶 有几个要做灌顶 你的那个多玛放哪里 在这边 OK 那你的呢 在那边 但是 你要灌顶的那一尊 那个属于他的多玛 别的不能吃的 别尊来他不能吃的 因为你是要灌顶那一尊 你特别说我这个多玛 是要给这一尊的 那个才可以 那你们今天如果没有买多玛的 你们不能出来说随便就要灌顶 不可以的 灌顶一定要有供品 有没有酒 有没有肉 有吗 酒 谁买了酒 有两个买了酒 刚刚我看见的是对的 另外谁买了肉 你也买肉了 OK 刚刚我也看到酒也看到肉 看到酒也看到肉 所以 一般来讲我要做灌顶 要把那个多玛观想像云一样的 云啊 那西空之中布满了所有的云 这样子才可以做灌顶 所以以后要灌顶要先跟师尊讲啊 你要灌什么顶 如果我有时间我就在密宴跟你灌顶 这个最好同修的时候给你做灌顶 也是很好 同修完了给你做灌顶 因为诸尊下降 今天虽然是莲华生大士本尊的 本尊在这里 但是呢 他还有其他尊进入师尊的 这个身体里面 所以可以给大家做灌顶 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其实这个密教所讲的法都是很秘密的 很悉鬼的 他的作法也是秘密的 以前啊 只是在那个 在这个像清朝的 在这个宫廷之内才有密法 才在修密法 一般的 一般的家庭是没有修密法的 现在因为密法普传 所以就越来越公开 把很多秘密都讲出来 这里有一个秘密的笑话 好像 我也好像讲过 有一个有一个男的 这个像他的女朋友 开玩笑 他是突发奇想的 他传了一个简讯 给他的女朋友 他是这样子写的 这个 嗨 我是你的恩客 这个女朋友就讲 我不做这一行 已经很久了 他男朋友一看 完了 他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秘密 一个秘密 其实很多人都有秘密 很多人就有秘密的 我以前讲过一个秘密的笑话 这个小明 这个小朋友 有一天 他知道了 父亲的秘密 他就跟父亲讲 爸爸 我知道你的秘密 他爸爸很紧张 我给你一百块 你不要讲出去 小明说 哦 好 他就拿了一百块 他就没有讲 他突然这样 诶 这个讲这个很有用 他就跟他妈妈也讲 妈妈 我知道你的秘密 他妈妈很紧张 哇 我给你五百块 你千万不能讲出去 他就讲 小明说 哦 只要跟大人讲秘密 都 都很好用 他都会给我钱 那天啊 那个 邮差来了 邮差来了 这个小明就对邮差讲 邮差 我知道你的秘密 这个邮差啊 两个眼泪留下来 你今天 终于知道 我是你爸爸了 这个秘密是不可以讲的啊 秘密是不可以讲的 其实秘法本身也是一种秘密 其实秘法本身也是一种秘密 本来是不可以讲的 本来是不可以讲的 现在变成可以讲 但是我们也是 这国家的法律上 对于人家的隐私啊 对于好像人家的隐私也不可以 是不是有 每一个人都有隐私钱 哦 每一个人都有隐私钱啊 你不能把人家的隐私钱 这个 把它公布出来 或者把人家的情书公布出来 师征为什么不写情书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啊 写一封情书给我的女朋友 我自认为她是我的女朋友 我就写给她 写了一个love letter 我们讲love letter love letter是Japanese 其实也是外来语 其实也是外来语 love letter Letter是letter 是吧 Letter 我们叫日本话叫love letter love letter 我就写了一封情书 给我的女朋友 没想到第二天啊 在布告栏她给我贴出来 她给我贴出在布告栏 我说哇 我们同学每个人都挤在布告栏 看什么啊 我就跑去看了 一看 我脸色发青 差一点晕倒 既然把我的这个情书 给我贴在布告栏 我那时候心中想 从今而后 不再写情书 发誓不再前书 要实际行动 不再写情书了 不再写情书了 所以啊 其实我以后真的没有写情书了 谁都没有给情书 一个字都没有 所以今天能够安稳地坐在这个法座上 我如果写情书我就惨了 人家给我情书 我绝对不回的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想说你写给我情书 我就一定回你情书 不会 你写给我情书 我会记住 会帮你收藏得好好 这是谁的情书 这是哪一位的情书 会收藏得很好 但是我不会回情书给你 因为我回情书给你 你给我公布在网路上 我一定死定了 现在这个 这个信息很发达 什么信息马上全世界都知道 师尊不随便写东西 不随便写 这也是秘密嘛 密教本身是一个秘密 所以今天能够听到这个秘密的法 这非常难得 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讲 再进一步的讲 这个Maha Yuga 就是大秘家 Maha Yuga就是大秘家 这个更进一步 比这个秘家部更进一步的Maha Yuga 大秘家 他主要的主要的 就是他已经把自己看成本尊 你住的好像这一间雷藏寺 你的家都变成了一个宫殿 你的家都变成了一个宫殿 你住的就是你的宫殿 大秘家是这样子的 所有你的旁边的像你的妻子 就是你的佛母 就是佛母 你的小孩子呢 你的小孩子 就变成你的男的 就变成佛的建树 你的变成菩萨的建树 就佛的建树跟菩萨的建树 一样的你的家庭里面 全部都变成所有的人 你的朋友也算是建树 你的好朋友也算是建树 这个时候在大秘家的境界里面 把所有一切山河大地都变成净土 你等于像一个主主本尊一样 更进一步的你自己就是本尊了 大秘家就是说你本身就是本尊了 不只是相应而已 因为你已经化为本尊了 那你的妻子就是佛母 那你的这个second wife 就是你的妃子 那你的所有的儿女 都是你的佛菩萨的建树 都等于佛跟菩萨一样 你的朋友也是 所有的人全部都变成好像佛菩萨一样 所有的房子都变成宫殿 所有的山河大地全部变成净土 那样子跟佛国没有分别 你就是本尊 一切都变成佛国 没有分别的 这一种生活 就是大秘家的一种方便的生活 大秘家 Maha Yoga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种方便法 在大秘家里面方便法是很多的 那么你享受了所谓的快乐 在净土里面你享受了快乐 跟所有的光明 然后再把这些当成一个空性 把整个都当成一个空性 这是大秘家的修行 大秘家的修行 Maha Yoga的意思 另外再进一步 像这种修行也是不简单的 但是完全没有分别 完全没有分别了 这个人也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有一个男子走进酒吧 在美国酒吧叫做Tabon Tabon 一般的村庄就有 还有那个 Restorm里面也设有酒吧的 Restorm里面也设有酒吧 还有Tabon 他叫吧台 来两杯酒 酒保就问了 先生 你为什么要两杯呢 男子讲 一杯是我自己的 另一杯是我女朋友的 因为我的女朋友啊 得到了重病 住进了医院 所以我替他喝一杯 他叫了两杯 第二天 他又走进这个酒吧 跟这个柜台讲 来一杯酒 这个酒保啊 就很关切的问 你的女朋友往生了吗 不然为什么你只喝一杯酒啊 你平时都喝两杯 跟你朋友 你朋友你也带喝了 这个男子很生气 他讲说 服说 他酒保又问 那么你今天为什么只点一杯呢 这个男子就讲了 因为啊今天我戒酒了 他今天戒酒 只喝女朋友那一杯 这个能够帮女朋友喝酒的 这个也算是大瑜伽 大瑜伽是这样子 大瑜伽是综合性的 三合大地 房子 你自己 全部都是你的本尊变化出来的 都是你的本尊变化出来的 那么你的身口意 全部都是本尊 你的身体怎么动 摆一个姿势 怎么动 都是手印 你的嘴巴讲什么话 都是咒语 你的意念 都是佛菩萨的意念 这样子修行 身口意的变化 也就是佛菩萨种种的变化 山河大地 房子土地 全部都是佛菩萨的变化 包括你自己 包括你所有的箭属 全部都是 那么你的一举一动 都是本尊 嘴巴讲的 念的 都是咒语 耳朵听的 都是天耶 不要把它有所分别 就等于住在沙坡世界 等于在佛国净土一样的 那一种修行 叫做 叫做 Maha yoga 我们再来讲这个 阿努 阿努 yoga 阿努 yoga 其实阿努 yoga 以前我讲很多了 洗金刚的修行 洗金刚 气脉 气脉明点的修行 属于智慧的 属于圆满次第的 属于圆满次第的 属于快乐的 光明的 跟这个空性的 这个都是在阿努 yoga 这个都是在阿努 yoga 那是在阿努 yoga的范围 那师尊有讲过这个 气脉明点 有讲过 在洗金刚里面有讲 气脉明点 那么也有讲 这个乐 快乐 明 空 这个呢 全部都是属于智慧的 圆满次第的法 圆满次第的法就等于阿努 阿努优感 这里有个笑话 不知道跟阿努优感有没有什么关系 有个人非常喜欢星星 非洲的这个星星 一天星姐来潮去动物园看星星 当她看到星星的时候 兴奋的向星星招手 结果星星非常的愤怒 所有的星星全部拿石头丢这个人 她被石头打到 头破血流 就去找 生气的找管理员理论 管理员十分疑后的问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她说她只是对他们招手打呼而已 管理员就回答 哦 这就对了 我告诉你 在星星的语言里面 招手是骂她白痴的意思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你只要跟星星招手 就表示白痴 那星星就认为你是白痴 哦 原来是这样 那我要跟他们怎么打招呼呢 管理员回答 你只要面对他们垂胸呐喊 垂胸 这样垂胸呐喊就可以了 於是他立刻跑到星星的面前 對他們捶胸吶喊 所有的星星都跟那個人招手 这个有时候我们做那个猩猩的姿势 我以前我记得我学过了 做猩猩的姿势 是这样子 手是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像不像 猩猩的那个姿势 所以像那个阿努宜家修器脉名典 它是有一些象征 有一些象征性 有一些象征性 其实它是智慧的 是智慧的 它很多的手印 像我们现在所比的这些手印 其实也都是很智慧 都是象征性 但是它本身有它的智慧存在 像那个你在阿努宜家里面 你如果要做这个要招勤哪一尊 其实只要伸出一个指头一个勾印就可以了 你不要做一个勾印 一个勾印就可以这样子一勾就是我要招勤哪一尊 这一勾印就可以了 更厉害的象征性的 你们像那个小姐的假的眼睫毛 这眼睫毛 眼睫毛你就把它意念观想成为一个勾 一个勾子出来 都是假睫毛 这是代表的假睫毛 你只要眼睛闭几下 就是意念上 就像我在招勤哪一尊 别人不知道你的手印 其实你用你的假睫毛变成金刚勾 就已经在勾 在阿努宜家里面 其实中脉通是最重要 像师尊中脉通 那你就知道了 有什么本尊进来 我招勤本尊进来 你中脉通的人 这个顶峭这边会动一下 动一下 他进来是从这个顶峭这里进来 进到你的中脉 你中脉通的时候 你可以文武百尊 一百尊进到你身体里面来 我安静下来 招勤 连师 本尊 一喜戳嘎 曼达拉瓦 他们就可以进到我的身体里面 所以有时候 我在做供养的时候 我经常做供养 供养 这个也可以做供养 这是铃声很响而且很美妙的声音 大家都看到我身体顿了一下呢 这是我把声音供养我的本尊 那么我的本尊接受了 接受了这个声音的供养 音供养 声音的供养 美妙声音的供养 这时候我顿一下 就是表示说他已经来接走 已经来接走 稍微顿一下 这个顿一下不是我自己顿的 而是自然而然 他来接触接受了这个供养以后 自然就会顿一下这样子 所以呢 连来上师看我 说这个 师师每次做这个 食物的供养 在餐桌上拿起来 我就 我很简单念 有请 瑶斯金木 有请阿弥陀佛 有请地藏王菩萨 有请诸尊 他顿一下 我没有东西 他也顿一下 就表示说 他已经来接受 我的供养 而且很清楚的 我可以看到 所有的宜家母 所有的空行母 很多空行母来接受供养 可以看见自己的本尊 来接受供养 这是表示你中脉已经通了 他可以进到你里面 很多尊都可以进到里面 这个修中脉通是很重要的 你中脉不通就不行 所以我当时我跟连来上师讲 其实要中脉通 你第一个 你要修气 就是修气宜家 一定要修气 这是阿弥宜家的范围 你一定要修气 然后用气把中脉弄通 第二个 你必须要注意三件事情 你脑袋不要有烦恼 第二个 你脑袋要放空 完全空掉 不需要有什么东西 放在你的脑袋里面 不要有垃圾放在你的脑袋里面 garbage 你知道吗 我们人所装的脑袋里面 不是装佛菩萨 不常意念佛菩萨 你意念的经常是你的事业 哪一个很讨厌的人 哪一个很喜欢的人 哪一件事情让你高兴 哪一件事情让你愤怒 你又想到那个 七情六义的事情 其实你的脑袋里面 全部是garbage 就是垃圾 那脑袋里面 全部都是垃圾 中脉就阻塞了 你招请他 他不来 你只要空掉你自己 把垃圾拿掉 把那些脏的烂泥巴拿掉 把那些胡思乱想拿掉 把幻想拿掉 甚至把你的这个爱情 不能讲爱情 爱情保留一点点 把你的脑袋里面的那些妄念 这个杂念 这个污秘的念头 像我恨哪一个人 我吃醋哪一个人 我嫉妒哪一个人 这个时候你脑袋里面都是垃圾 你要招请哪一尊来 哪一尊都不愿意来 也不愿意进到你里面 因为你里面都是很脏 他为什么要进到里面去 你必须要有清净 你要你的身体清净 你的意念清净 你的口清净 还有你放空一切 把那些妄念全部给他扫除干净 那个时候本尊才会进来 这种修行的方法就是 这个阿努 阿努瑜伽 这样差不多可以了解 修中脉 用中脉来代表 你就可以了解 这是智慧性的修行 你要意念一定要清净 所以《征佛经》里面有讲到 生清净 可清净 欲清净 你不能把刚刚做的事情 你通通把它搬到脑袋来 通通不放 你把十几年的事情 你通通都还在积在你脑袋里面 通通都不放空 你什么时候清净 根本就不清净 所以不清净的 他的中脉就阻塞了 中脉哪里会通呢 你要中脉通 还要修气 还要修脉 还要修你的清净明点 清净的明点 都要能够看到明点 我们这个联望上师啊 你有看到明点光吗 有 他都有看到明点光 这个就是清净嘛 修你的身口亦清净 修你的这个中脉能够通 明点能够下降 灼火能够上升 这个方法都是在阿努仪家里面讲过 那我以前也跟大家谈了 所以能够进来 为什么 所有租尊都能够能够融入在你的身体里面 就是因为你把放空 变成空了 什么最清净 空了最清净 空了当然是清净了 什么是不清净 你把所有一切有的东西全部集中在你身上啊 怎么会清净 你要 最清净就是说 把你的垃圾啊 garbage全部都扫干净了 全部都脱走了 通通没有了 最清净了 那你家里放的都是garbage 你客人来了 他都不愿意进来 一进来就觉得 yak非常的臭 很臭很臭的 你的身体里面很臭很臭的 不放空 里面都是垃圾 很臭很臭的 佛菩萨愿意进来吗? 所以当然不能进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 所以这个阿努仪家本身就是在修着 气脉明点 最重要的是身口意清净 用智慧式的 那我们开口都是很和牙的 这个口清净都是和牙的 写文章都是写得很柔和的 很好的 而且是有意义的 不是骂人的 不是卑劣的 不是下贱的 写文章也不能 写那些火的东西 因为那时候你意念绝对不清净 你脑袋只是想要骂人 把他扁得很低 这个意念就是垃圾 垃圾的意念 我们要想每一个人都有好处 都有优点 都是好的 这个就是清净的念头 意念清净 大仪家里面 马哈优格里面已经教导 最后的阿底仪家 就是究竟 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让你看到你自己的佛性 就是究竟 这个阿底仪家呢 最高的点 就是让你知道你自己就是佛性 让你知道你自己就是究竟 自信就是佛性 你自己的本来的信就是佛性 让你知道了 你看见了 你也认清楚了 你得到了究竟了 你也明心了 也见信了 就是阿底仪家 那么所谓的 这个大圆满里面 所谓的灵体 所谓什么叫灵体 灵体又叫做心锤 心锤 这个 那个字读作锤吗 锤 心锤 心锤就变成Money了 心锤 这个骨锤的锤 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心锤 也就是说 这个 可觉 可觉 也就是最重要的信药 就叫做灵体 那么我们称为心中心 称为心中心 就是灵体 那么阿底仪家 就是讲灵体 就是讲最重要的信药 最重要的可觉 让你明白了心 见到的佛性 这个时候 你可以知道 所谓广大的世界 全部都是 所有广大的世界 就是法身佛 无穷无尽无尽的世界 都是法身佛 你显现出了光明 你就是报身佛 你就是报身佛 显现了彩虹光 你就是变成报身佛 那你如果显现了 你的法力出来 那个就是应生佛 显现了作用跟法力 就是应生佛 这样讲不知道大家明白吗 那天 我经常 我有一个三岁的 那个平儿 是我的girlfriend 是我的女朋友 我跟她都是很亲近的 为什么我会跟她那么好呢 因为她是我从天上界 带下来的空行物 带下来的空行物 那么她目前的眼睛 她可以看到人的身体里面 有什么东西 那一天我就特别 让她 她的天眼是开的 平儿的天眼是开的 大家知道平儿吗 很多人知道 她看 她看有一位这个师姐 她说 这个师姐身上 都是虫虫 很多的虫 没错 这个师姐也知道 自己身上有很多的虫 那位师姐在哪里 我在里面 在里面就好了 不要讲哪一位 她是这样子 所以她看到了 她身上有很多虫 那么我就跟平儿讲 你看师尊身上有什么 平儿就跟她妈妈讲 师尊的身上 身上有红色的光 有红色的光 这三岁的娃娃不会讲假话 三岁的娃娃不会讲假话 她不知道什么厉害关系 她如果转身看一下师尊 诶 师尊是狼 狼 什么是狼 台湾娃娃就是狼 狼就是人 台湾话 狼就是人 国语呢 就是狼 狼是什么 狼就是 狼就是狼 我问那个平儿说 师尊是不是色狼啊 平儿看一看说 师尊身上有红光 说师尊不是色狼 这平儿可以看得 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平儿的妈妈讲 他去vocation 平儿跟他的妈妈 跟他的father and brother go to the 欧克兰 vocation today 去洗了 欧克兰的西塞 and the sun sand dang godang kishisai sansh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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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那个太陋 落日 欧瑞根海边去看落日 他在去的那两天 他对他的妈妈讲 说我很想念师尊 真的耶 我也很想念他耶 我记得我去英国啊 我要去英国洪华 我说去四五天我就赶快回来 我不敢去玩啊 为什么 因为我要回来看平儿 我怎么可以跑那么久呢 我跟他讲说平儿 我到欧洲到英国英格兰 我只是去这个三个晚上 来回一共五天 五天后我就回来看 我说平儿再见了 他说No 不再见 不要再见 我说我五天以后就回来看你啊 他就眼泪就流下来 他真的哭耶 真的眼泪就流下来 我男子和大丈夫啊 不能哭了 他真的哭耶 说我们两个人是来真的 我是非常爱平儿的 平儿也非常爱我 我已经kiss他差不多几千遍了 真的他非常的可爱 我常唱一条歌给他听 掀起你的改头了 让我看看你的脸 你的脸啊圆又红啊 好像那苹果像秋天 你的脸啊圆又红啊 好像那苹果像秋天 你看吗 我唱歌给他听耶 我每天背一条儿歌给他听 唱歌给他听 他就非常的高兴 否则有时候他很埋怨我 为什么一个空行母 要把他带到沙坡世界来 他知道他自己是空行母 现在我要跟 常常要背这个儿歌唱给他听啊 不然呢 他有时候他对我始终是面无表情 他对别人都是讲话讲很多的 你说是不是 对别人都很讲话讲很多 一看到我 他就开始 开始很害臊 躲在他妈妈的后面 那只要我要亲他 他都一定给我亲 他说我抱一抱你 他说不行 然后不让我抱 这个不让我抱的原因 是因为他害臊 有一天他不害臊了 他就给我抱 这是彼此之间啊 在悉空中的 在悉空中的一种接触 你能够知道空行母 我师尊每天都可以看到空行母 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空行母 他们在悉空中舞蹈 在悉空中舞蹈 我觉得寂寞的时候那一天很寂寞 跟着大家从雷藏寺走到大陆 又从大陆走回雷藏寺 这空行母看见我寂寞 就灑了一点干露 晴空无影 其实空行母在上面灑干露 灑在我身上 我会说 怎么有雨水 好大滴的雨水滴在我的手上 人家以为我喝茶 那个水在手上 其实不是 灑到干露的人举手那一天 那是空行母灑的干露 你们有没有把它喝掉啊 没有啊 喝辣可以长生不老的啊 真的是空行母灑干露 其实我是知道 但是我不愿意讲 我不愿意讲出来 因为空行母在西宫中跳舞 看见我寂寞 所以她在西宫中跳舞 是空行母灑的干露 看空行母的泪水 她知道我太寂寞了 所以在西宫中跳舞给我看 然后撒一点干露下来 结果好多人 晴空无云喔 一点云都没有 她就在那个时候 在我们那里 就在群众之中 走来走去的群众中 撒下了她的干露 有吗 被撒到的群众 哇 这么多人撒到干露欸 有没有吃下去的 吃下去的群众 没有啊 哎呀 掉了去 蛤 我的最大颗 我的最大颗 没错 我那两滴啊 最大颗 一滴在这里 一滴在这里 两滴干露水 好啦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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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